知名模特儿水儿经常拍摄仿妆影片 分享保养皮肤的技巧 获得不少网友关注 就是她到日本游玩 回台前到百货公司买了些专柜洗面乳 原本打算后续做个洗面乳测评 而她将洗面乳都放在手提行李内 随后在海关被拦下 洗面乳都被海关人员丢掉了 水儿无奈地表示 自己知道手提行李内的液体不能超过100ml 但没想到高状洗面乳也算液体 这才惊觉原来一直以来都是自己误会了 水儿感到很难过 钱就这样打水漂了 事后逛免税店时 发现价上都有货 于是又再买了一次 并表示以后只在机场免税店买 不想再被自己笨到了 对此有不舍网友惊呼 现在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也有人建议以后 可以拜托安检 放她回到柜台办理托运 就不会浪费钱了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